來 真的… 人生最可怕的是 希望是被自己人捅一刀 我是在你旁邊我就捅得到你 捅這個 過癮極了這種捅 對 人家說千萬不要傷害你的朋友 真的 對 因為朋友才會靠在你身邊 你傷害他了 其實你就是傷最深是自己 還有朋友了 可是最難過的事情就是 你最後才知道是被自己人捅 真的 這種傷 最深愛我的人確實傷我最深 好 來 接聊聊 對 有哪一些人會這樣 對 就是有這種人 心直口快沒有耐性 剛剛有 對 他超喜歡標榜說 沒有 我講話只是比較直 但是他其實就是常常會傷害到別人 像我之前在一家公司 當行銷的時候 就有遇到一個主管 他就是很標準的那種火爆 然後急性子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下班要去接小孩 所以他的下班時間 只要拖到超過5點 他就會開始很暴躁 就很想要回家 有一天我們就開一個大會 那個大會就會開比較晚一點 到了5點03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他 開始一直抖腳 然後那個原資筆就是這樣 焦慮啊 對 就很焦慮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個產品部的主任 就好心啦 就是跟他講說 不然經理妳要不要先回去 那後面的事情 我們再交接下去就好 對 那我那時候想說 我身為他的下屬 我也要趕快講 我就說 不然經理妳先回去接小孩好了 那剩下的事情 就由我來追蹤就好 他就想說 好啊... 那這些事情 就交給BLAIR去處理好了 因為他離婚啦 他不用回家服飾嗎 Oh my God 多人妳講這個話得體嗎 講這個幹嘛 對 然後我回家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妳為什麼可以 但是他就覺得說 我只是開玩笑 可是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真的 沒辦法 在熟都不能講話 對 妳要反擊 隔天趕快去結一個問題 好啊... 好啊... 為了這點是有需要嗎 我覺得 那不是他的錯 是對方講話的 對啊 沒禮貌 故意的 他的錯 對啦 有的人講話 就是真的不好笑 那也會刺傷人這樣子 那個最近 我啦... 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還跟我們節目有關的 記不記得 上上個禮拜 我們錄了一個主題 大主題我忘了啦 小指題好像在聊說 有些話會把家長嚇壞了 然後那次那個浩然姐 不是還講說 她小孩子從小眨眼睛嗎 眨得很嚴重 然後就被人家說 你要去檢查 那是什麼妥瑞事證 正義魔人 正義魔人 對 我不是講了一個故事嗎 我說我女兒那時候 幾個月大的時候 也是有鄰居告訴我 我說那個小孩會得血緊症 你知道嗎 那脖子一邊比較緊 歪一邊 跟我講了之後 我就疑心勝安鬼 我每天回家看我女兒 有...歪一邊喔 好 帶去音樂檢查 那個物理治療師說 我幫你試試看 然後那個音樂玩具 如果比較緊的話 他彎過來會有點困難 聽你那種 小孩子有沒有反應 沈先生 你女兒不只血緊症 可能聽力也有問題 對 你也講過 我會講過這個故事對不對 總之後來 就在我們節目講的 對... 後來安排那個正式檢查 反正就虛禁一場 一切正常 就是 有些人講話會 鄧一某人來嚇家長 家長也自己嚇自己 結論是 一切正常 虛禁一場 你知道嗎 本節目播出了 播出當天發了一個新聞稿 然後那個記者多厲害 那個下的標題 是用肯定句 沈玉琳女兒被診斷出 聽力有問題 對 所以你們看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你們錄過這場影 你們知道這個是標題殺人 標題騙人對不對 因為他內文裡面有點到說 原來是虛禁一場 一切正常 你老婆該不會 氣死了吧 你老婆看到 她比我還看得開 她看到 她說 那個新聞就都是藏在處理了 可是我就 你過不去自己這一關 不是 我就很煩 你知道嗎 就是大量的留言 湧進我的私信 安慰我 好 安慰我也沒關係 只是說我要解釋 有親友的還是 我要解釋到半夜 憲哥也來問我說 女兒怎麼了 因為先是平原媒體 接下來是什麼你知道嗎 電視新聞 電視新聞的跑馬 你知道嗎 一直在跑 沈玉琳女兒被診斷出 血警證 聽力有問題 一直在跑馬 真正到新聞報導的時候 她會講說是虛精一場 可是 可是誰會看到最後虛精一場 還有誰等而到 新聞報導內容 就是 因為正常節目在播出的時候 他也在跑馬 你後來有以正視聽的機會嗎 我後來 我當然人家安慰我的 關心我的 我都有回覆告訴他們說 那個不是那個意思 那個純粹是標題 與內容不符的一個新聞 現在給你正式的 讓大家知道 你女兒好好的平安無事健康 只是出門的時候愛鬧 對 女兒現在就是為叛逆期 為叛逆 為叛逆 出門要聚餐 還有朋友的小孩 幫她精心挑選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真的要穿上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真的要穿上的時候 我不要 我不要 那你自己選 來 衣櫥打開 那麼多件 你選一件好不好 她不要 她跑到床那邊挑了一件睡衣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為叛逆 為叛逆 好啦 最後的結局 她就非那件不穿對不對 她就穿上睡衣了 結果我們到現場 玉琳哥 你再怎麼節省 不要省到小孩身上 人家別的小孩 通風群 通常還有帶玫瑰花的 玫瑰花 睡衣趴 然後男生還穿兒童西裝 打領帶那種 我女兒是穿睡衣 然後花睡褲 然後心直恐快的人說 你不要苦到小孩了 我剛剛講的問題也是一樣 明明就是沒事對不對 而且其實我也有在 在很多管道都解釋了 可是依然有民眾 我說沈先生 你看你小孩都不照顧好 我說怎麼了嗎 我對小孩很好 你如果照顧好 怎麼會有陷影症 聽你還有問題 我說 我說這樣而已 我說這樣而已 我要講通常是 那個是新聞標題 跟內容不服的一個新聞 我覺得現在能傷他 只有你講到他孩子的事情 他就會抓狂 不是 我一直說 他的弱點是這樣 我一直說 以現代人的新聞素養 因為大家已經那麼多年來 都被新聞標題騙過了 應該懂得知道 那個標題歸標題 那個是為了騙點閱 跟騙收視的 你應該進去看 就會知道不是那一回事 怎麼現代人 還有那種人說 會被標題騙的 我就覺得很離奇 如果有人點進去就很厲害 對啊 嚇死的 無意間重傷 我覺得沒有耐性的人 真的在職場上 很容易毀了自己 也毀了別人 因為像我遇到的是 之前我們有去談工作 然後是之前公司的助理 然後我們在 但是你在開會之前 一定會先 自己公司的人先開好會 就說待會我們大概 1500這個價錢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是可以到2000 是最好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會想說 好 有一個共識 大概到現場 因為廠商就很多事情 要交代 你交代了之後 講一講 然後我們那個助理就說 不然1500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不是 對 怎麼可以先把底價 先翻出來 我就說 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1800我覺得差不多 這樣子 他就說沒有啊 你剛剛不是說1500可以嗎 然後我就說 就是你懂嗎 就是我們已經 就是你之前的前置之類 全部都被他給毀了 對啊 他沒在聽 對 他完全沒有在聽 他就說沒有 你剛剛 而且他還捅了我一道 他就說沒有啊 你剛剛不是說1500 為什麼現在變1800 然後在廠商面前 你就會變成想說 那我現在 夏先生 對 這時候我看這個了 對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夏先生要套白了 真的很難做 而且廠商在你就想說 然後最後我就想說 好 大家這樣子是不是 好啦1300啦 1300 我1300我OK 最後就變1300 離2000有多遠 1300 那你沒辦法 你就是他已經掀你1800的底牌 從底價開始殺了 對 所以我就說 那就1300這樣 所以他是UNO北幕 還是212號 沒有 我不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開會 前面花來40分鐘 然後他就覺得太長 因為我們下面還有工作要趕 他就覺得 我在一個小時之內我要完成 所以40分鐘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底價 掀出來給他們看一下 他想說要速戰速決 對 無意間得罪人 對 欺騙他 自己 然後得罪廠商 對 我自己 我承認我自己就是這樣子的人 因為我就是心直口快 而且我耐心 就會傷到人 對 我也沒有耐心 所以我常常無意間傷到人 其實我都是後來才知道 但是我當下自己並沒有感覺 就譬如說 我們有錄一個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都是固定的來賓 譬如說都有固定四個來賓 然後有一天其中一個來賓請假 當然會有請了一個新的來賓來代班 然後製作人就有跟我說 在上節目之前製作人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 今天坐你旁邊的那個人 不是固定的那個人 我們換了一個人來代班了 你習慣一下這樣子 就那一場錄完之後 製作人就來稱讚我說 浩如你今天跟那個新的來賓互動很好 你們很有默契表現很活潑 我覺得你們的火花很好 然後我就說 我說當然 因為本來坐在我旁邊的那個來賓 都在睡覺 對 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本來坐我旁邊那個來賓 就是我們大家輪流講話的時候 他在我們很需要反應 我們上節目很需要 譬如說我旁邊坐夏合夕 他會給我一些適時的互動 然後我們會越講越開心 然後表現比較好 不是 我會說我們上節目 很在乎旁邊 就是同場的來賓 那個人我長期觀察 浩如講的口沫橫飛 然後那個人會這樣 我會這樣 浩如還會 然後你知道我們都像自己 我們都是像主角戲的 沒有來過 很少我沒有見過他 然後我只要 我有時候要講一講話 然後轉頭想要看他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難笑而已 難的 然後我最離奇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講他的故事 他講他了就好了 他講到說 我就看到一個人 那個人很壞 他就把我的眼睛 這樣子往上一拉 結果 其實我們就自己示範 他不是 他走到浩如的後面 浩如一個氣質別人的 氣質高貴的少女 被他 拉別人 沒有 就是 就是我們講故事 我們講故事的時候 他在夢遊 或者是他在滑手機 完全沒有跟他講 但是 他講故事的時候妳就對了 但是他講故事的時候 我們要隨時stand by 因為他會來拉我的黑眼 或者是他會這樣打我 或是這樣跟我互動 他有一次講到說 看到一個鬼很可怕 然後嘴巴都裂開 他把手 他跑到浩如的後面去 把手扯進浩嘴巴裡面 真的 真的啊 然後 因為我也沒多想 因為其實 你會是最好的 沒有 因為其實他 每次錄影都這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主持人 然後其他來賓 或是製作單位 大家其實也都知道 所以我就不宜有他的 我就這樣講出來 我就說 因為他平常都在睡覺 這個新的來賓 都會跟我有互動 所以我當然表現得 也會比較活潑 可是後來幾次錄影之後 這個來賓他就不見了 或者是他的這個位置 就常常有別人 跟他輪替替換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 然後後來我們也不會去問 想說他可能又有事 又請假幹嘛的 然後所以會換別人 但是有一次 我就聽到開錄前 然後製作人 他就跟製作人在說 怎麼最近我都變成不是固定 怎麼最近都可能兩三集 才有我一次 然後那製作人 我們都已經在現場準備開錄 然後那製作人就看著我說 我才知道就是我因為這一句話 就有影響到 因為製作人可能已經 本來就覺得 這樣的表現不是很好 那剛好因為他 發現他會影響到 同場來賓的時候 製作人就調整了一下 這個來賓的位置 但是我就不曉得 我講那一句話 就害他可能 原本每集都有 其實那個人講故事是OK的 那有時候可能比較忙比較累 如果我知道這個會影響到他的工作 我不會這樣講 滿嚴重的 對 就大家出來混飯吃 對 所以你就他睡了 就他睡他的 其實我也沒關係 對 無心的 不要擋人財力 對啊 我不會這樣 好 換我 我覺得還有一種人 也非常的可怕 就是胡亂造謠 愛亂說八卦的人 因為這種人講話 就是誇大不實 他會把黑的說到白白 說到灰 然後就這樣 然後反正之前 我有一個同事 就非常愛亂說話 像我前陣子就是懷孕 然後安胎 就在家裡休息這樣 他就說 你知道嗎 雷雷啊 他現在沒有工作 就是因為他懷孕 被他公司發現 在家裡蹲啊這樣子 然後搞一副說 我是因為 好像我騙公司 就是說我沒懷孕 所以被之前那種感覺 但我明明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可能生完小孩之後 去上班 他說 你知道嗎 雷雷他老公不想養他啦 所以對 所以才要去工作 泡頭落面好辛苦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子 很沒有品質外 他會一直不斷的跟我老公說 你老婆不用去上班 怎麼這麼好命都給你養 你不累喔 然後如果我去上班之後 他又會說 你老婆是覺得顧小孩很煩 顧到不想顧了這樣子 什麼樣都有 然後本來就什麼話 都給他說就好了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想要 挑撥我跟我老公 然後讓我老公 可能有一點負面的想法 就覺得這種人 到底為什麼要一直造口業 好討厭 對啊 造謠的這種八卦 上學的時候 遇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有休學兩年 然後我有去工作兩年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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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在這個節目講很多次了 我連我媽休學幾年都不知道 那時候就再回去學校唸書 結果就遇到一個 假裝很好心的同學 他就說 雲姐 那時候我叫一姐 他說一姐我最近聽到一個謠言 我說什麼 他說 聽說你沒有來讀書的這兩年 都是去國外遊學 我說說哪有我哪有那麼好過 對 我說我是去打工 然後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沒有生活費 所以我得先賺兩年的生活費 再回來讀書這樣子 你一定要被影射程去幹那一種 你為什麼要不 反正我那時候覺得 我那時候真的很難過 賣羊奶不行 結果他那時候才問我 他有需要休息嗎 問我 就是問我兩天後 本來是遊學的傳聞變成是 你知道嗎 最近就聽說好像你休學了那兩年 是去 難聽喔 然後因為有 人家沈玉琳到底是有完沒完啊 因為我大二就開始在補師翻舟書 我怕家長嫌我太嫩 所以在跟那個年代 我是刻意穿得比較成熟 老氣一點 比較老氣成熟 因為我就是要 肉色的褲子穿到這邊 把兩鞋穿在外面 有人要提 拿一個浮枕有沒有 提包然後換那個魚 有種的褲子穿到裡面 好可愛喔 魚一邊說出這個 他頭髮把帶那個有沒有 小花在那邊鑽牛車 我那邊這樣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覺得你們兩個 OK 好可愛喔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沒有生活費 所以我得先賺兩年的生活費 再回來讀書這樣子 妳一定要被顏色成去幹那種 對 妳為什麼要 反正我那時候真的很難過 賣羊奶不行 結果她那時候才問我 她有需要休息嗎 問我兩天後 本來是遊學的傳聞變成是 妳知道嗎 最近就聽說 好像妳 休學那兩年是去圓交 賺生活費 那好難聽喔 然後因為有圓交的這個東西 出來之後 就有說 可是這個好像有證據 因為好多男生都跳出來說 她跟你睡過 有男生跳出來 對 就是因為有這個圓交的謠言之後 就越傳越誇張 怎麼下手這麼重的謠言 她就越傳越誇張 然後就說什麼 為了賺生活費什麼 一千五 兩千 就可以跟她上床了 然後說大家趕快來 也太便宜了吧 對 然後我就 這不是重點 我就很氣 因為我就覺得說 妳當初 因為我覺得 妳好像要幫我證明些什麼 所以我跟妳講 我當初是真的很不好過 那我也跟妳說 我打了哪些工 可是後來我就去跟她對職 我就說 妳怎麼會 沒有經過我同意 妳就講這些東西 她說 沒有 我為了妳好 什麼意思 她就說 我只是想要跟人家講說 妳是 其實妳沒有那麼好過 妳很辛苦 就是 對 然後她就說 我沒有講 加油添醋 可能是其他的男生 她覺得賣羊奶 在餐廳當服務生 對 無法彰顯她的辛苦 對 所以乾脆說圓交 這樣賺皮肉錢 很慘這樣子 對 對方是好意這樣嗎 對方是好意這樣 也是好意 是她傳出去的嗎 還是別人加油添醋講的 因為我後來輾轉聽到我朋友講說 其實是聽到那個女生 就是那個女生其實去講 只是她一直都不願意承認 對 我就覺得很可怕 那等於那時候妳上課 都是非常痛苦 很痛苦 那時候我去學校 然後我就很想 人家眼光 或者是那種很奇怪的這種活動 我根本我無法就在課堂上 就是老師一點完美我就去測試 最怕上英文課 老師只要那個句子是 How much開始 我沒有添加... How much... How much... 我覺得這件事情 How much可以造句嗎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可以嗎 可以嗎 會這樣嗎 對啊 這個是 尤其對女孩子 漂亮漂亮的女生 有很多男生是這樣 有些男生是可能想要追妳 追不到 追不到 就要毀掉妳的心態 然後就開始講這種流言蜚語 越講越誇張 其實那時候我很難過的時候是 我覺得我真的很沒有辦法下去 所以我跟她講 可是她給我感覺是一種背叛 對 就是我不在乎有謠言是什麼 但我覺得是背叛這件事情痛苦 對 對 偶爾就是說沒有圓交 被傳成有圓交 早知道會這樣 那不如先去圓交 對 反正這樣那樣都被講 對不對 我相信 什麼模式 我講錯了是吧 你根本不能防止別人說什麼 最好就是堅強自己的意志 對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也碰到一樣的事 有人會傳有的沒的嗎 當然 怎麼會呢 妳去拍照傳MV 一定是跟照傳的 拍拍 二三十年前很保守 所以不像現在有臉書 有社群團體很容易 把惡意的語言曝光 但也是一樣行行 因為我大二一 就開始在補習班教書 但我怕家長嫌我太嫩 所以在那個年代 我是刻意穿得比較成熟 老氣一點 比較老氣成熟 因為我就是要 肉色的褲襪穿到這邊 然後兩鞋穿到外面 他外面倒一點倒 有人要提 他拿一個扶起來 有沒有 皮包他換那個 除了 超白的 羽衣變縮衣那種 然後頭髮把 帶那個有沒有 小阿翔那個就牛車 我跟你講 譬如我那時候每天下課 五點以後他趕六點半 不是班上課 但我穿得又比較成熟 那個年代女孩子 擦個口紅就不得了 我們今天都是素顏 所以我就擦個口紅 趕去上課 我不能 舞會不能牽手的那種 對啊 同學都會覺得 那時候牽手就要娶她了 對 這是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對啊 那個時候學位老師 還裹小腳 不假了 姥姥是不是還裹小腳 好像豬皮一樣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玉琳哥 注意聽 對 要 注意聽 我妹妹跟我一樣念台大 然後我妹妹的同學 就是會跟我妹說 你姐怎麼這樣 一個大學生粉擦那麼厚 她是有做什麼 在做什麼嗎 職業 對 跟我妹那麼說 然後我妹很氣 我妹也是心智堅定的人 就回唱那個男的 她說我姐個沒化妝 我姐姐就是擺超級擺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是跟小潔 還有所有的女生上面做的是 你根本就不要去跟 性靈低落的人去計較 因為她沒去 對 她是昂張的靈魂 她去用這種惡毒的語言 她明知不是真相 她去用惡毒的語言去傷害你 結果你掉落她的陷阱 你就避開了 讓她在那邊囂張 變搬上去囂張的女生 你應該去跟她比美 你不要怕她 我覺得女生跟女生之間 很多這種事情 就是會造謠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我朋友明明就是廠商 她明明就是廠商 然後她還可以受害 就是因為女生的事情 因為像我朋友是泳衣的廠商 然後她就會提供泳衣給 就是模特兒穿馬這樣子 然後她就提供給A模特兒 5套衣服這樣子 然後B模特兒就看到 就說那我也想要這樣子 然後A模特兒就說 好啊 那你去要 她那時候是給我8套這樣子 然後她明明就是只拿到5套 然後她就打電話給我朋友 然後她就說 那個因為我朋友是A模特兒 她說她有拿8套泳衣 她就說沒有 我們最多就是5套 然後她就那個B模特兒就聲音就說 所以你現在是看不起我了 你給她8套 然後我朋友就廠商 然後她就想說 我給你們泳衣 你們是不是有病 就都5套 你們在那邊兇什麼兇 那是因為女生 就是很常在這邊比較 然後就是因為她明明就是廠商 然後還可以這樣子被禍害到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在 就是女生因為這些小妹妹 然後這些面子 然後會害到身邊很多人 我跟你講男生也會 因為我老公前一陣子 就是心情很不好 因為她跟她搭檔很久的 而且她們兩個都是 常常要一起跑業務幹嘛的 常常在車子上 塞車幹嘛 到哪裡去 一整天下來都是她們兩個 那有革命情感 對啊 然後都是她們兩個 那你自然而然 從公事就會聊到家事 就會聊到家人 然後她這個搭檔 也都會有意無意 那你老婆現在當藝人 什麼演藝圈好不好賺 那我看到你老婆也在接業配 接業配是多少 那我老公也不宜有她 兩個人都合作這麼久 兩個人就一配 然後也就會很坦誠的 就跟她聊 然後我老公也會說 其實她也不算是什麼 很好賺 她們這都很辛苦 她們怎麼怎樣 還好 一個月賺個七八十萬 就怎麼樣 我們沒有 沒有 然後就我們沒有 我在模擬她們 她們不是一個月三百萬嗎 新聞寫她一個月三百萬 比較錢就髒掉了 對啊 我們都服務的 就之前我老公剛好 就跟她這個搭檔就聊到說 好像最近 然後我老公就有說 昊如現在很不錯啊 她賺的都已經快要比我多了 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搭檔就說 哇 演藝圈這麼好 那你輕鬆啦 也跟她說 這麼好 雙新家庭 兩個都賺得不錯 生活品質就有啦 養小孩幫小孩 就很附和她 然後兩個人就聊得很可愛 就回到公司不久之後 我老公隔天就是收到了一封 他們總經理傳給她的電郵 叫人事傳給我老公的 那電郵裡面就會寫說 我希望你在下一季的業績 可以成長10%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會給你三個月的期間觀察 然後我老公收到那個電郵 我老公就覺得很納悶 因為他一項都做得很不錯 他是Top Sales 然後後來過不久 他的總經理 就把我老公叫進去了 那我老公就一頭霧水 我老公也是氣沖沖的想說 那我也想聊一聊 沒來由 後來總經理就跟他說 你的拍檔跟我說 你最近有點懶惰 然後我老公就說懶惰 為什麼 然後他總經理就說 因為他說 你的老婆現在已經賺得不錯了 你有這份工作 沒這份工作都沒有差 就是說 所以你其實這份工作都沒有心思了 所以你們現在業績有點停滯 是因為你現在 現在你的心思覺得 你老婆已經做得不錯 所以你就懶惰 好可怕 最好的同事講這種話 對 然後你知道 後來我老公很氣 他在一個吃飯的聚會裡面 他就當著全部公司的人的面 就問他那個拍檔 就敬他久 然後就說 聽說你說我懶惰 當場 當場 現在還在講嗎 現在 滿僵的 滿僵的 你講出來更僵 更僵 但是我老公說我可以講 對 因為你賺得比他愛多 換我來說說 還有一種人要小心 就是這種 哀聲嘆氣 莊可憐 莊夫的這種人 因為像我之前在診所工作 我們診所就是有分工作內容 就是一個要跟診 一個就是要站櫃台 收一些診療費 那另外一個就是流動人員這樣 那我裡面有個同事 他就非常的討厭 他就是很沒有同理心 常常我可能跟診 想說你幫我代班一下 我想要去上個廁所 喝喝口水 他說可是我不會耶 我怕弄錯或什麼的 反正就是我希望他能幫我 他都不幫我 然後導致我整天都要憋尿 然後不喝水 對 然後可是有一天 他就很愛哀哀叫就對了 他就在有一天 他在站櫃台的時候 因為那天要收診療費 他就說我小紅來 我肚子好痛 今天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痛 好啦 那這時候我就心軟了 我就眼看我想說 我們9點就下班 那時候7點 我想說不然剩兩個小時 我就說要不然 我幫你先走好了啦 剩兩個小時 後面沒什麼診了啦 那不然我來幫你頂一下這樣 他說好啊 謝謝Apony 好了 他走了 最後9點下班 我們要算診療費 我就發現少了400塊 怎麼會少錢呢 我最後這兩個小時 也才來兩個病人 我不可能算錯 我就打給他說 某某怎麼會少400塊 他說少400 會不會是你數學不好算錯啊 怎麼可能會少400 我就很不爽啊 隔天開早會的時候 我就說不對喔 某某某 昨天那400塊 到底怎麼回事 他就開始裝可憐 他就說 可是我不知道 昨天小紅來 講到好像要哭一樣這樣子 然後現場所有人 都好像覺得我不對 我逼他 導致於最後我賠了那400塊 我以為是真的有夠衰的 那個時候我算是一個 勵爭上游的企劃人員 那老闆呢 跟那個主辦單位 已經談到差不多七八分了 然後就要我呢 跟另外一個 也是企劃一個女生 一起去跟主辦單位確認 那個主辦單位要做什麼事呢 他想了一個很厲害的點子 他想說各地公廟都有八家醬有沒有 他想要整合這些八家醬 做一個八家醬的一個博覽會這樣子 八家王爺祭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一旦這個給他搞起來的話 那每年都會有一次 就像幽童花祭 對 那主辦單位呢 就要辦這個八家王爺祭 那我們當然想要爭取主辦 因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就算是這個 人家委託我們執行這樣子 那酬勞費用非常高 非常驚人 因為那是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你想想要集合南北二陸 所有公廟的八家醬 然後把他們搞到那個 因為當時預定要放在凱達格蘭大道 你想想看 哨音一響 全國兩百個八家醬 都弄起來 然後空拍下來 震撼 對 那個多震撼 好啦 找我們兩個去 其實只是想要聽聽我們的想法 順便確認一些細節而已 那個主辦的那個老闆 老實講講話也是有點失禮就是了 我其貌不養 這個我承認 我旁邊那個女性同仁長得也是 就是很像誰你知道嗎 就很像蘆花那樣子就對了 蘆花 然後那個主辦人就說 八家王爺記 八家醬 你們兩個如果要負責這個活動 你們知道八家醬是幹嘛的嗎 然後那個女性同仁就說 就抓鬼的 對嘛 抓鬼的 你們兩個怎麼辦 八家醬就先把你們兩個抓住 我聽我是覺得好笑 我是覺得滿幽默的 而且你還會自嘲兩句對不對 對 把我抓走 怎麼抓得走我 八家醬抓鬼 但我是鬼王 那隔離這個時候安靜 男生覺得OK 女生走心了 女生一定走心 對啊 那女生就不講話 然後這個主辦人又要開始嫌他 說你像鬼人才不高興 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人開不起玩笑 奇怪 同樣的話 我不知道跟多少人講過 人家都沒怎樣 人家玉琳也沒怎樣 你再不高興什麼 結果那個女性同仁 砰 你就拍桌 我就是 欣宇正翻天被所有人虧到爆 就會看到我就會說 欣宇 你今天也太正了吧 又來 又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話我聽多了 聽多了 她只要整張故事的重點 就說兩句了 沒有啦 講完啦 還有 還有別的 幫我抓走 哎呀 怎麼抓得走我 八家醬抓鬼 但我是鬼王 那隔離這個時候安靜 男生覺得OK 女生走心了 女生一定走心 對啊 那女生 就不講話 然後這個主辦人 又要開始給她 說你像鬼 你才不高興 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人開不起玩笑 奇怪 同樣的話 我不知道跟多少人講過 人家都沒怎樣 人家玉琳也沒怎樣 你在不高興什麼 結果那個女性同仁 砰 就拍桌 我就驗不下這個遊戲怎麼樣 你說我是鬼 吵起來了 我整個傻眼 我想說完蛋了 那個人是高我們好幾個輩份的 的老闆 就這樣吵 然後那個老闆也是被弄到說 那這個案子要重新考慮 其實我知道這個事情 有不想預感了 然後我想說明天到公司 怎麼跟老闆交代 整夜都沒睡好 結果呢 等到我那個睡醒 要去公司的時候 那個平常會遲到的 那個女同仁 怎麼七早八早 就住在老闆的辦公室裡面 一身素牙 你知道很多女生 很多女生被告的時候 出庭的時候 不是故意就穿白的嗎 然後留 老闆是捲髮有沒有 變執髮的 對 然後就住在老闆的辦公室裡面 惡人先告狀 因為等到他無辜的那個臉龐 從老闆的辦公室出來以後 老闆把我叫進去了 老闆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得罪人家 變成我在得罪人家了 老闆說 人家說你像鬼也不高興是不是 你怎麼變成是我 明明不是那個女生的事情嗎 總之呢 這個女同仁進去以後 就講了另外一套故事吧 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全部都 被人都推說是我這樣子 你哪是那種小氣的人 對啊 所以人性就是很險惡 就是這樣 我遇到的是她先大身 就是她先大身的裝無辜 因為我那時候遇到的是 因為像我們錄影可能是4點 如果我們要弄頭髮化妝 可能就3點半來這樣子 可是我就跟她說 沒關係我自己弄好 那我大概3點50到就可以了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好 後來到現場3點半 她就打給我說你在哪裡 我就說我不是說我3點50到嗎 她就說沒有 我昨天跟你說3點半要到 我就說沒有 我跟你講我妝髮好 我就是3點50到 然後後來我到現場就3點50 然後所有的人都在等我這樣子 我就說不是說是4點開路嗎 他們就說沒有 就是3點半 就是我們就講好3點半 你妝髮好到 我就說沒有 我助理跟我講說 我3點50到就可以 然後我就看她 然後她就說 沒有 我昨天跟你說3點半 然後所有的人就會看我這樣 因為你騙人 然後因為後來在現場 所有的人就看我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她已經很大聲了 然後她就說沒有 我昨天就是跟你講3點半 你怎麼會聽成3點50呢 所以所有的人就看我 眼神就看我 然後我就覺得 好 那我聽錯了 就是所有的人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請現場 所有的人喝咖啡什麼的 後來我就回到 回過頭我就跟她講 我就說 她們個性我也這樣好 算我聽錯了 對 不然要怎麼辦 好 什麼 現在該怎麼辦呢 幹嘛 搬公車 就學她搭不然 昨天你告訴我說 常常的針走到30的時候要來 現在常常的針走到50 我看 沒有 因為 因為你知道 因為 要這樣 不是 因為大排主持人都已經 因為主持人通常備份 都比我們還要年長 對 所以你只能開錄 就是你只能真的就是先錄完影 再來處理這件事情這樣子 你這樣子很有智慧 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不管我3點50到 或3點半到 都是我們公司的問題 因為我們公司自己沒有聯絡好 不會說全部都算在我頭上 也會覺得你有問題 然後她就覺得 沒有 就都是我的問題這樣子 因為反正她已經先把問題 丟到我身上了 還有一種人要小心 就是她愛拆馬屁 但是卻忽加虎 好耶 好耶 我們之前公司有一個女生 她長相平平 工作表現也平平 但是她 幹嘛攻擊人家長相 沒有 但是她人緣卻異常的好 她長得很正她覺得 對 她人緣就異常了 這麼多年來她一直有這個傾向 我覺得自己長得很正 對 對 她就人緣異常的好 那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原因就是因為 而且不管妳怎麼講她 她有辦法繼續講她 沒有 沒有 原因就是因為她的嘴巴 超級無敵甜 就比如說她看到我 就果然她就會看到我就會說 幸運 妳今天也太正了吧 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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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話我聽多了 我就沒有什麼感覺 聽多了 但是 然後她整張褲子的重點 就都兩句了 對 講完了 還有 其他部分 還有別的 然後或者就是她有時候 就當然她有時候會說什麼 蕾蕾 妳很有氣質耶 很有氣質 然後又說什麼 宋肥 妳最近變得好白喔 我都會覺得 你也太 就是睜眼說瞎話了吧 這種人 對 但是她有一次 我就見識到她恐怖的一面 因為有一天就是我生日嘛 我就特別當然盛裝打扮 然後我看到她 她就 又用她原本的那一罐猜 就說 幸運 妳今天根本就是女神啊 然後我就說 是喔... 她說妳的誇獎也太浮誇了吧 然後但是 我就跟她擦肩而過之後 我就小聲的聽到她說 騷火 然後我就震驚了一下 而且那時候就是 我們旁邊有一個那種玻璃 然後我就這樣子反面看到 她整個臉 就是完全跟她平常那種非常愛 就是很低下的那種臉 完全是兩個人這樣 對 然後就覺得這種人很雙面 然後又很喜歡講一些很浮誇的話 誇獎人家 這種人反而要小心 好噁心 公司上有這種的 那個時候我們都在力爭上游 老闆常常會有應酬的邀約 對員工來講是苦差事 因為去要被灌酒 或者是要最後才能走 因為要看老闆有沒有事 然後有他送他回家 好 有一次呢 老闆睡到下午5點才進公司 那我們是早上8點就在公司忙了 老闆就說 那個等一下下班 帶你們去喝酒這樣子 又喝 老闆交代完了就走出去了 我就跟同事阿雄 阿雄變同事 不是阿國 最支持阿雄的事情對不對 我說阿雄怎麼辦 那晚上要去嗎 玉琳 我們幹嘛要去 我們做比較這樣 這個短暫有需要去嗎 我們是靠我們能力跟實力的 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靠拍馬屁的 我們去跟他喝什麼酒 我就覺得講得非常有道 你有哭氣 好啦 到了下班時間 我說阿雄那我回家了 我看我聽了你的話 你那個話給我很大的啟發 我們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實力 對 幹嘛幹那種事呢 我就回家了 沒有想到阿雄 他跟我講這番話 他根本就是想要害我的 我回去了 搞你一道 好低級喔 他去了 據現場人士事後描述給我聽 他一到現場去 老闆就開始點人 誰… 只有 只有小嬸沒來 小嬸 小嬸怎麼了 是不舒服嗎 然後那個阿雄 竟然跟老闆講說沒有啊 他就是不爽來 他說參加這個是無謂的 他說他是靠自己的能力 他自己的實力 他覺得不需要參加老闆 你這種應酬而舉 他說參加這種舉也沒營養 對人生沒有幫助 我講的話 至於他還在加碼演出這樣子 黑掉了 對啊 然後整場就看他跟老闆乾杯 讓老闆早上乾杯 老闆 你一杯 我乾十杯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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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適合做太賤的這種人 真的 他就是這一種的 然後隔天來公司 因為那時候 我還不知道這個狀況 我只覺得老闆對我態度很怪 然後對他就特別好這樣子 然後同事 轉達給我知道說 我整個晴天比例 人世間怎麼會這樣 我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知識廠上 竟然會有這種 我們所謂的雙面人 還真有 而且發生在你身上 發生就在我身上 真的 像我之前有一個助理 他就是 因為我家離內湖的這些電視台 都很近 所以我來上通告 我都是用走路來的 但是其實 但是其實 但是其實很多電視台 都會給來賓停車位 只要有你有先申請 但是我那個助理 他就知道我不需要停車位 但他自己有開車 然後他就開到這個 他就開到這地下停車場 警衛室前面 很帥氣的把窗戶搖下來說 我要停車 然後警衛就說 你哪位 對 他說 我是來露營的 然後警衛就說 你是來露營的 你是藝人嗎 對啊 你是藝人嗎 哪一個 他說 我的藝人就是來賓 所以我要停下去 然後警衛就說 所以你的藝人坐在車子裡嗎 他說 沒有 是我要停下去 然後警衛就說 你不能停喔 還是這是你藝人的車 還是你要接他停下去 還是什麼 他就說 沒有 就是我的我要停 然後警衛就說 你要停 不行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是給藝人的停車位 但是我們不是給藝人的助理 或是經紀人的停車位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說憑什麼不給我停 我的藝人就是在裡面錄影 為什麼我不能停 警衛跟他忙 然後他還要去嗆那個警衛說 我是帶 我自己都不會這樣講 然後警衛就說 你不能停喔 還是這是你藝人的車 還是你要接他停下去 還是什麼 他就說 沒有 就是我的我要停 然後警衛就說 你要停 不行...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是給藝人的停車位 但是我們不是給藝人的助理 或是經紀人停車位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說憑什麼不給我停 我的藝人就是在裡面錄影 為什麼我不能停 警衛跟他忙 然後他還要去嗆那個警衛說 我是帶陽皓如的 我為什麼不能停 我自己都不會這樣講 去跟警衛這樣講話 就是間接是傷害你名義 對 然後他還會去跟發通告的 譬如說通告的人來敲他 然後他會說 你知不知道 我們最近通告很多 說真的 沒有置入的通告 我們真的很不想接 還講這種話 他就是打... 胡家虎威 對 他就是說 浩如就是現在不屑街這種 不屑 沒有 就是沒有多的 置入通告的這種節目 好可愛 然後那個節目的製作人 就是整個很抓狂 他就說 我要跟楊皓如直接對到話 那個製作人半夜兩點鐘 打手機給我 他說他一定要跟我講到話 然後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才澄清 然後你知道他胡家虎威 直接打著我們的名號就算了 看到大排藝人 譬如說一線的某個男主持人 他就叫他說 岳父... 一直叫他岳父 因為那個男主持人 有一個小女兒 他就說 你女兒好可愛喔 你是我的岳父 你知道嗎 你現在沒有經濟醫院 那你要不要簽給我 因為我底下帶了一些 不上不下的藝人 好難推 超怪喔 二話不說 因為太多製作單位 跟我反應這件事情了 而且我很感謝這些製作單位 不然我都不會知道事情了 因為有些製作單位 就是直接封殺了 而且警衛 這種事情也不會讓你知道 對 不會讓我知道 所以這個啟發 我現在聽到一個 警衛 你一定要找軍中退役的老警衛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會堅守崗位 對啊 你聽到他說 我是要評測 他第一句話你就會震撼 你就不敢跟他在爐下 什麼話 你誰啊 你跟他講你誰 你誰啊 你剛剛按的臉 按像本山啊 真的好熱 我能不能在鄉音啊 但是你不能搞太老了 老到誰都不認識 為什麼你發生過一件 離奇的事情 我來聽一次 他問我是誰 我跟他講說 小弟沈玉琳 你知道這樣 謙卑 我知道 我知道 第二次來 他要問我是誰 第三次來 可以有耐性者 總是會有點氣了嗎 跟老邊看 我搖一下車窗 他說你是誰 貝貝 我已經 已經來很多次了 你已經問我第三次了 不好意思... 來 你下去... 然後我就看下去 我就聽到他在那裡 那邊用對講機 紅色車子 拔傘三流 張偉忠 過幾天我遇到詹老師 我把這個事情跟他講 張偉忠說 我知道你講哪個警衛 他說那個警衛 針你一起 他說有一次張偉忠 有一次要停車 他也不知道是誰 跟他講我是張偉忠 然後又來一次 又不知道又不是 第五次了喔 張偉忠也是忍不住 伯伯 臉忠我第五次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 韓子... 不好意思... 你下去... 然後對講機又響起了 藍色者子 1886 蔡上雞 他有一次還把李文婉 認成男新媚 太可憐了 太棒了 好想看到這個美 對 今天有很多種人 我們自己要保持距離 對 對 對... 冥槍一朵 暗戒難防 希望大家明天上班順利囉 謝謝來賓星仔 給大家分享